大家好,我是一样 俗话说,一天失眠,百天不复 说明晚上没有休息好,对身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夜晚是身体休养生息的过程 也是让大脑功能重新焕发活力的调整期 由于工作和生活的压力 现在人出现焦虑情绪 进而引发失眠问题的情况越来越多 穿银情质,影响诱发 主要和心、肝、肾有密切的联系 如果心平气和,肝气调打 再会拥有平和的情绪,充足的经历 愉悦的心情和良好的睡眠质量 有经常失眠的情况,可以试一试劳工学 它在我们的手掌心、第二三掌骨之间 偏于第三掌骨饶侧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找这个学位 就是握拳、曲指 中指指尖所指的位置就是劳工学 刺激这个学位,我们可以用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按揉 可以稍微用点力度,坚持1到3分钟 劳工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清心活 劳工,劳工,劳作累了就要回宫殿里休息 五心凡热用劳工,正当启用 劳工学,五行熟火,具有清心活,安心神的作用 长期坚持按揉,可使心活下降,促进睡眠 按完左手,再按右手,两手交替 将右手握拳 中指指尖所指的位置就是劳工学 就这里,两只手的找学方法都是一样的 按揉劳工学还能够消除紧张、焦虑、手心出汗、心神不宁 比如参加大型面试、公开演讲等活动 如果感到紧张、焦虑、手心出汗、心神不宁 这是不妨可以按一按劳工学 很多人在不安的时候会下意识地握拳 就间接地利用了这个道理 当你感觉生活工作压力大 经常自觉身心疲惫 就可以按一按,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速度 能够迅速地安静情绪,缓解焦虑 让心理恢复正常,大脑立刻安静下来 对于失眠有很好的缓解 力度不要太轻,也不要太重 适度就可以 好了,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有些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样,咱们下期见 大家好,我是一样 失眠也叫睡眠障碍 在晚上躺在床上半个小时还是睡不着 好不容易睡着以后 在两到三点或者三到四点就醒过来 再也睡不着了 但是还有的人虽然睡着了 但是过程中做梦多 睡眠以后没有解乏的感觉 而且感觉还是特别累 这也是睡眠障碍的一种 进入睡眠的潜伏期延长 睡眠时间缩短 我们可以试一试下面的方法 就是拍打号称长寿学之称的头顶百会 它位于我们头顶最高的位置 也是头顶正中心 百会顾名思义 是身体阳静的会总之地 作为百脉之会 管达全身 头为猪阳之会 百脉之宗 而百会 作为各经脉气 汇聚之处 拍打之前 我们可以两手搓一搓手掌 然后将右手放于头顶百会上 左手拍打右手背 拍打的过程中 各位闭双眼 全身放松 有些人拍打几下 都会很快有睡意 说明方法是对的 要将四肢并拢 手臂 手腕不要动 有指掌关节发力 拍打这个位置 用力一定要均匀 轻缓 睡不着的时候 也允许自己失眠 不要跟自己说赶紧睡 不用执着于 我怎么还没睡着 这只会让你陷入 失眠焦虑的死循环 不要把睡觉 当成一种负担 要大脑放空 全身放松 睡前把白天的事情和衣服一起脱下 我们不是因为紧张和琐事 妨碍了我们放松才睡觉的 睡前有热水泡泡脚 因为在人的脚掌上 密布着很多的血管 有热水吸吸脚 能够使脚部毛细血管扩张 血循环加快 使人感到脑部舒适 轻松 不仅能够加快入睡 使睡眠加深 还可以有效地消除一天的疲劳 入睡前尽量不要喝茶 咖啡 可乐等影响睡眠的饮量 在临睡前 可以吃一些苹果 香蕉等水果 可以抗肌肉疲劳 如果把橘子 橙子 一类的水果放在枕头边 其香味也能够促进睡眠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有请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杨 咱们下期见 大家好 我是一杨 现在有很多人都有失眠的情况 只有经历过失眠的人才明白 明明身体很累 就是睡不着 好不容易睡着了 还总是凌晨三到五点醒来 醒来以后 就像烙饼一样 翻来覆去 再也难以入睡 我们通常把失眠分为三种 睡不了觉的 半夜常醒的 还有睡眠维持不了的 简单的说 就是睡不着 睡得早 睡得浅 中医认为 失眠都是由于心肾不骄 心火不激引起的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个 安神助眠的学位 这就是劳工学 它在我们的手心 中指和无名指 往下延伸交汇的凹陷处 也就是在手掌心 当第二三掌骨之间 偏于第三掌骨 有一个简单的找学方法 就是把手掌打开 曲曲手指 中指点于掌心的位置 就是劳工学 就是现在掌心暗柔的位置 刺激这个学位 可以用一只手的拇指 按压在另一只手的劳工学上 顺时针按柔 力度一定要有明显的酸胀感 按柔的时候 人要保持放松的状态 还要配合慢慢的深呼吸 不治急促的深呼吸 要缓慢 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精神 平静松弛下来 一般在睡前 躺在床上按柔 一只手按完后 还没有睡衣 就可以换另一只手 再按柔 有很多人 生活节奏度非常快 不仅要承受工作上的压力 回家还要面对生活的压力 当工作压力过大的时候 睡眠质量就会下降 所以就出现了睡眠的情况 也有一些人 在工作或者学习了一上午之后 体力和脑力 都会产生疲劳的感觉 所以很多人 都养成了午睡的习惯 午睡虽然能够补充脑力 但是时间也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时间过长 也影响晚上的睡眠质量 睡前也不要刷手机 这样会让大脑 处于兴奋的状态 当要睡觉时 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不稳定 也会出现失眠的现象 所以要改掉以上的不良习惯 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有请我视频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阳 咱们下期见 大家好 我是一阳 俗话说 药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脚补 充足良好的睡眠 对我们人体 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但是有很多人 存在失眠的情况 整宿整宿睡不着 或者早醒睡不时 这期我们就来分享一个 和85岁老奶奶聊天 教我的一个方法 她用这个方法 已经40多年没有失眠过了 失眠的原因非常多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的大脑神经 它始终是处于一个 非常活跃的状态 所以我们总是在睡觉的时候 胡思乱想 如果能快速的控制大脑的活跃 这个时候 就能快速的进入梦乡 下面我就把85岁老奶奶 告诉我的这个方法 教给大家 在晚上睡不着的时候 不要闭着眼睛硬睡 要把眼睛睁开 这叫反其道而行之 越是睡不着 越不要闭眼睛 这个时候 要把眼睛睁开 睁大眼睛 这是第一步 面部超上 嘴唇微闭 眼球向下 看向鼻尖 耳朵注意听自己的呼吸声 要吸气 眼睛向上看 就感觉看到上眼皮的最顶端 缓慢的呼气 眼睛向下 再看向鼻尖 同时还要注意呼吸的频率 呼气要缓慢伸长 吸气也要尽量的长 这样一呼一吸 眼睛一上一下 就是整个动作 眼睛要配合呼吸 才有更好的效果 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 能做多长时间 就做多长时间 如果感觉眼睛非常累了 这个时候 就要马上闭上眼睛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脑子当中会一片空白 而且会有一种非常疲劳 马上想入睡的感觉 很多人失眠 都是从害怕失眠开始的 每天只要一躺在床上 就担心自己睡不着 催促自己 尽快进入睡眠状态 结果越是着急 越睡不着 因为大脑披层的兴奋 与意志相互协调 交替形成周而复始的 睡眠节奏 所以越怕失眠 越想入睡 重复交替 就容易引起失眠 所以在睡前 不要做剧烈运动 或者吃的太饱 如果能够快速地 控制大脑的活跃 这个时候 就能快速地进入睡眠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分享这 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样 咱们下期见